战场发布关于暂停进口台湾菠萝的通知 对此 国台办发业人马小光26号表示 2020年以来 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的菠萝中 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 这些有害生物一旦传入 将对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为从源头上防范植物疫情风险 海关总署决定自2021年3月1号起 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大陆 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防范举措 科学合理 符合大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带您继续看新闻 美国太平洋舰队官方网站25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科蒂斯·威尔伯号 于当地时间24号通过台湾海峡 另外 长期追踪美军动态的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指出 美军一架MQ-4C海参侦察机连日朝东沙岛方向前进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消息中宣称 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表明美国致力于建造一个所谓自由开放的 印度太平洋地区 据悉 这是本月美国太平洋舰队 第二次公布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的相关消息 此外 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25号也指出 美军一架MQ-4C海神侦察机 24号清晨5点38分 现身80海峡 接着一路向西穿越 至当天清晨6点54分 该军机朝着东沙方向前进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接着表示 25号 同一架MQ-4C海神侦察机 现身台湾西南海域 在该处来回飞行后 又与前一日相同 朝着东沙岛方向飞行 另外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还在2月26号公布了 美国海军无辖号测量船 在南海的最新活动情况 根据航记图显示 这艘测量船于2月23号 航金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随后向西南方向航行 目前正在西沙群岛附近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表示 这种有规律的航记 对于一艘在南海活动侦察船来说 并不多见 该船的目的地令人生疑 而针对美舰穿航台海一事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春辉空军大校表示 2月24号 美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海空兵力 全程对其进行跟踪监视 美舰此举仍为制造台海风险因素 刻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 据台媒25号报道称 2月以来 解放军连续派出军机 进入台湾西南方向和北部方向空域 增加台空军的战备压力 解放军日前还在东海方向空域 进行大机群的对海突击演练 和实弹对岛礁攻击 岛内绿媒称 对台针对性演练意味极为强烈 报道称 根据央视的军事报道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旅籍部队 近日实施了大机群对海突击演练 除了出动多架次战空机 到特定海空域进行超低空战术飞行 躲避雷达侦测之外 视频画面中也出现了战空机 发射导弹 对岛礁实施轰炸攻击等画面 此外 此次演练特殊之处 在于解放军海军航空兵 还出动了空中预警机 担任任务机队的空中指挥平台 指挥战空机进行态势布设 台军方官员25号宣称 台军方对于解放军的演训 有全程的掌握 并进行严密监控 台媒报道称 台军官员还说 类似的大机群作战演练 除了在东海出现之外 去年至今 也有多次在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的 西南方向空域出现过 参与的空军及海军航空兵部队 并不限于沿海基地 甚至大陆内陆省份的部队也有参与 该官员还称 由于解放军的空中预警机 也多次担任空中指挥平台角色 指挥大机群作战演练 对台威胁程度相对升高 台军方对此会严加监控 并依状况进行各项因应准备 而对于若是大陆武统 所谓独派依仗的美军 是否会出兵干预 岛内专家并不看好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原本说本周有20万起 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到货 但是至今时程仍未定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25号称 仍然未收到新冠疫苗 实施计划的到货通知 但是背后应该没有特别压力 可能是该组织 在作业上的时间差所值 称还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回复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要分配给台湾地区的阿斯利康疫苗 何时会到货 至今时程仍未定 但亚洲地区的产地韩国 24号开始分批运送 总共78.5万份疫苗 越南 泰国也在同一天 分别收到韩国出货的第一批疫苗 11.7万剂 非洲也有地区已经到货 而台湾地区却还没有确切消息 没有感受到 而除了在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平台上的采购外 台湾地区也直接向阿斯利康采购1000万剂疫苗 但路透社援引欧盟官员称 阿斯利康预计将在第二季度 向欧盟提供不足9000万剂疫苗 不足合同约定的1.8亿剂的一半 台湾中国时报25号报道称 台湾要在上半年 取得采购1000万剂该疫苗的可能性相当低 欧洲的这样的一些情形 那不过我相信说 如果它在提供的量 或时程上面 如果有变更的话 他们应该会先通知我们 那目前我们有接到这讯息 另一方面 对于施打疫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不少台湾民众也心存疑虑 台卫生福利部门公布疫苗受害救济 依据障碍等级进行赔付 如果是死亡和及重度障碍 最高赔600万元新台币 施打部位的疼痛 或者有点头痛 疲倦 我想这都是打这种 呼吸道疫苗里面 都是经常会有的副作用 我想这点应该不是非常严重 全世界各国各地区 加速施打疫苗 将逐渐形成集体免疫力 台湾地区购买疫苗 却只闻楼梯响 联合报嘲讽称 号称会做事的民进党当局 碰到疫苗采购问题 却是一次次撞墙尴尬至极 但解套之际还是有的 那就是靠话术消灾 最令人忧心的是 所谓仇中变成民进党内 争夺资源的遮羞部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面对岛内民众的指控 却只做挤牙膏式的澄清 想说的就说 不想说的就以所谓 保密条款搪塞带过 关键中的关键 历次谈判的疫苗单价变化 陈时中则是完全没有响应 台湾最早启动谈判的新冠疫苗 购买对象是德国BNT辉瑞 明明知晓 大陆上海复兴公司 已经获得德国BNT辉瑞 在大陆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代理权 台湾却坚持向原厂购买 无理无知 因而触交卡关 在这种时刻 还要纠结于不跟大陆代理商接触 自己找罪手 值得吗 目前一剂疫苗都还没进台湾 陈时中却宣称 最多可拿到4500万剂 甚至连岛内二期试验 都还没有做完的 2000万剂自产疫苗都算进去 自欺欺人 一笑大方 大陆对台胞台商 始终是基于健康考虑 为他们在大陆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台胞台商都说好 只有民进的当局官员 若有歧视的告诫说 要注意安全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离安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仍然在执行 大陆加入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机制 并提供1000万剂疫苗 这一计划汇集范围包括台湾 在海外的台湾民众 如果有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 大陆驻外使领馆也会提供协助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所说 当前岛内能不能使用大陆疫苗 障碍 癥结都不在大陆 事实胜于雄变 米进的当局某些人 弃台湾民众健康福祉于不顾 编造各种荒诞理由拒绝大陆疫苗 完全是政治心魔作祟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 和舆论相关报道的梳理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国民党智库办论坛 邀请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参加 却引发来英内部的反弹声浪 就怕台湾民众党会瓜分2022的选票 来英内部甚至开始出现 反对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声浪 就连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隆 也对这件事情坦言有点不开心 不过江启臣却认为 党内不同声音不代表分裂 上一秒才说 没有因为江启臣邀请柯文哲而生气 但下一秒 原本还想给江启臣留面子 但似乎真的不想忍了 论坛邀请柯文哲 身为秘书长的他竟然不知道 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茹 也气到说要请辞 蓝营基层就怕找来柯文哲 被外界解读蓝白河 却又不说清楚 让支持者无所适从 更担心票员被台湾民众党瓜分 报导称江启臣的这一举动 引发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等党内人士不满 再加上原本就不支持江启臣的人 让蓝营内部开始出现 反对江启臣的声浪 我想有一些声音出来 这个决策过程当中 要检讨的还是要检讨 比如说程序上不够周延 然后没有充分的讨论 现在有一些倒将的声音开始出来了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从我上任以来 就一直不断有什么停江反江什么江的 有不同的声音不代表就是分裂 而对于参加国民党论坛引发的争议 柯文哲则是炮轰 难道台湾只剩下意识形态了吗 怎么会全部只剩下意识形态 颜色 坦白讲 只是政权保卫战 为了权费拼命而言 那是什么为了措施 被外界说挖蓝营墙角 柯文哲奋力为自己洗白 甚至春节期间去拜访的绿营政治人物 多过蓝营 其中还包括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游锡昆 台媒称 柯文哲轻描淡写化解争议 但看得出 这话背后透露的是 他急于洗刷蓝白一家的表现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中油公司选定在桃园大潭藻礁区域 来建造第三座天然气接收站 但是该区的粉红藻礁 已经存在7600年之久 更有近百种生物气息 是生态敏感区 为了保留大潭藻礁 岛内民间团体发起所谓的公投联署 目前正在进入第二阶段 而最近该案子突然引发大量的关注 除了网红艺人力挺外 蓝营和台湾民众党也是纷纷响应 不过绿营人士却称不单纯 环境问题就是环境问题 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个生态问题 那把它搞成政治问题是要怎样 蔡壁如气扑扑 因为所谓藻礁公投联署 它最早响应 但现在焦点却变成了蓝绿对决 就连民进党秘书长林希耀 在民进党中常会上也特别讲 有艺人网红相继号召联署 虽然会不会成案还未定 但觉得藻礁案子看起来是有人动员 要审慎盈盈 而这没说出口的友人到底指的是谁呢 国民党看起来的确在地方有一些操作 是要让这个公投再参与它的联署 那它的目的我相信很清楚 就是希望能够恢复所谓合适的一个运作 绿营有备而来 甚至还做了懒人包 强调他们2018年就已经把开发范围缩小到23公顷 而国民党2015年原本是要开发10倍大 现在怎么突然转弯支持所谓藻礁公投联署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是因为做得不好 所以被所以下台的在野 那在野的时候我们深自检讨 我们觉得环保团体提出的政策是有道理的 我们当然一样可以来支持啊 国民党25号还在脸书上发文 称权案根本是2018年民进党当局强度关山 当时的台环保部门副主管张顺贵因此请辞下台 国民党呼吁民众快加入联署 国民党青年团也在脸书公布全台大专院校联署点 邀大家关心生态参与联署 所谓的早交公投要拼8月28号投票 不过据报道 距离第二阶段联署收件日不到20天的时间 目前联署分数还相差甚远 截至2月24号只收到12万份联署书 距离安全门槛35万份还差了22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籍的三位民代去年在台立法机构 针对莱猪进口的行政命令进行表决时跑票 民进党中平会25号下午再次开会讨论 确定祭出停权一年的处分 我们决议对三位立法委员跑票的事件 因为立法院党团有移送来中平会处理 今天中平会讨论的结果是 三位立法委员都停权一年 民进党内终于有共识 对跑票的三位民代林书芬 刘建国还有江永昌 祭出停权一年的处分 认为说此风不可涨 立法委员将来不要再犯 如果再犯的话就停权三年 报道称这样的处罚更像是杀鸡锦猴 停留在警告一位 因为即便是2022年可能参选云林县长的刘建国 2月25号即刻停权 一年后也才到2022年的2月24号 完全不影响2022年县市长选举的民进党内提名 毕竟民进党要到2022年4月才会提名严选 而对于自己被记党记 民进党籍民代江永昌也发声明称愿意接受 至于林书芬和刘建国则依旧神隐 本栏目由金砖汇用酒服帽叫酒赞助播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接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带您继续看新闻 福建三明市农业大师 许多台商都扎根在此发展 今年春节多数台胞都响应政府号召 在地过年 尽早复工复产 嫩绿新苗拔地而出 这是三明沙县首批种植的台湾品种黄花菜 台商林秀莹深耕大陆十余年 去年将基地建造三明泰宁 除了黄花菜 油茶 水果等台湾优质品种 他也希望2021年能结合美丽乡村计划 打造全新农旅基地 度假 还有就是这个露营 然后就是将来的台湾水果的采摘区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目前在赶工的部分 那也刚好结合的我们现在的这些 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些政策 那对我们在这里投资做这一块是比较有利的 眼前他们正在建设的就是蔚来的旅客服务中心 而正在铺设的水泥材料同样来自当地的台商 我最大产量一天可以达到4000方 整个目前在三明地区来算的话 是算中等偏上的一种生产能力吧 同为2020年在三明沙县发展的台企锐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在节后也快速投入生产 目前一条生产线的日产量在2000方以上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企业采用的是零排放的环保生产线 选择沙县因为其交通枢纽的优势 40公里左右的运输范围可以满足地区建设的需要 沙县因为测县社区以后 它的混凝土需求量比较大 年产2021年产量预测可以达到200万方混凝土 我们内地搅拌上用台湾的管理模式 加上我们现有的主机设备 愿意为沙县的建设一点微薄之力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接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是紫乔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25号说 大约有十分之一的新冠肺炎患者 感染病毒12周后仍有症状 提醒欧洲各国关注新冠肺炎 长期症状带来的影响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指出 大约四分之一的患者在新冠病毒检测 阳性后一个月左右仍有症状 十分之一的患者感染病毒12周后 仍然感觉不适 不少人症状持续时间更长 汉斯克鲁格敦促卫生部门认真对待 患者关切问题并设立服务机构提供帮助 他还提醒说在多个欧洲国家 新冠病毒仍高速传播 其中两种病毒变异毒株加剧担忧 当地时间25号 欧盟多国领导人召开视频会议 讨论了欧盟新冠疫苗的相关问题 当天 与会领导人以视频方式 讨论了缓解疫苗生产瓶颈 加快疫苗接种 以及为阻止病毒传播 而应继续实施的严格限制措施 此外 是否要为完成疫苗接种的 成员国公民提供认证 也是与会各国关注的问题 重度依赖旅游业的 希腊 西班牙等南欧国家 呼吁推广一项覆盖欧盟地区的 疫苗接种认证 方便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旅行 从而促进旅游业的恢复 不过 法国 德国等国 似乎不愿推广这种疫苗护照 理由是 这样做可能让接种疫苗成为义务 对无法接种或尚未接种疫苗的人 构成歧视 另外 欧盟官员还表示 可能在下个月批准强生公司疫苗 目前 欧盟委员会已与多家公司 签署了疫苗订购合同 订购数量超20亿剂 但目前为止 欧盟只批准了 辉瑞 阿斯利康和莫德纳 三款新冠疫苗有条件上市 而这三家公司都以产能不足为由 多次推迟或减少疫苗交付 引起欧洲多国不满 欧洲多个国家在加紧新冠疫苗 接种的同时也继续采取疫情防控措施 匈牙利总理府部长 古亚时盖尔盖伊25号宣布 政府决定将宵禁等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延长至3月15号 古亚时说 匈牙利已出现第三波疫情 未来一两周疫情可能进一步恶化 与此同时 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将加快 未来两周的接种人数 预计超过目前已接种人数的总和 匈牙利已批准并采购五款疫苗 包括中国国药集团疫苗 俄罗斯卫星疫苗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合作研发的疫苗等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4号 在社交媒体上说 匈牙利当天开始接种 中国国药集团疫苗 在法国 当地时间25号 法国总理卡斯泰 在新冠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过去数天以来 法国的整体疫情出现恶化迹象 如果法国疫情继续恶化 将对巴黎在内的20个省份 实施包括周末封城在内的强化措施 卡斯泰还称 疫苗接种在法国 75岁以上人群中的推进 已经开始对疫情防控 起到积极作用 从25号开始 年龄在50岁到64岁 且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 也可通过其工作单位的医生 或者自由职业医生 接种新冠疫苗 不过巴斯德研究所传染病数学建模团队 在24号发布的研究结果却表明 即便法国每日的疫苗接种量 能够提升到20万剂 可能也难以完全阻止 变异新冠病毒传播造成的 住院病例数大幅增长 另外在捷克 由于变异新冠病毒迅速传播 新冠病毒感染者数量持续增加 捷克政府下令 25号开始 在商店 医院 公共交通设施等人员密集地点 每个人必须戴两副医用外科口罩 或一副防护力达到欧洲标准 FFP二级以上级别的口罩 另外捷克政府还禁止本国公民和居民 前往受高传染性变异新冠病毒影响的国家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本月中旬 美国南部多州遭遇罕见冬季风暴 数百万居民断水断电 情况至今仍未完全好转 在德克萨斯州 田纳西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部分城市 仍面临供水难题 居民们不得不排队领取饮用水 而即便供水恢复 水质也并未达标 在田纳西州的孟非斯市 居民们一周以来一直被告知 如果要喝水 做饭或刷牙 就必须将自来水煮沸 据美联社报道 此次冬季风暴暴露出 美国基础设施长期存在的问题 比如相关专家此前一直警告 升级老化的供水系统 然而并未得到重视 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25号 以企图政变为由 宣布解除亚美尼亚军队总参谋长 加斯帕扬的职务 因为在当天早些时候 亚军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发表声明 要求总理帕西尼扬及其内阁辞职 理由是亚美尼亚总理和政府 无法在紧要关头 做出适当决定 帕西尼扬随后回应说 总参谋部发表声明 是企图发动政变 他呼吁自己的支持者 声援政府 亚美尼亚国防部 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 任何企图使用武装力量 参与某些政治进程的行为 都会威胁亚美尼亚的 稳定与安全 对于此类行为 国防部将会采取相应的举措 另据报道 亚美尼亚执政党当天重申 支持帕西尼扬政府 围绕日本总务省高官 接受日本首相菅义伟长子 菅正刚高规格宴请一事 总务省24号 惩处了11名官员 当地时间25号 日本分管公共关系的 内阁官员山田真贵子 就此事在众议院 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道歉 由于日本总务省 与监正刚公职企业 有利益关系 受罚官员接受宴请 涉嫌违反日本国家公务员法 菅义伟24号 就长此宴请高官一事 向执政盟友 公民党党首 山口纳金南致见 他称 对儿子宴请政府高官 不知情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 到这儿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 中午庄出发 365天待您直接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播出的 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 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 您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感谢收看 我是紫乔 明天见